Hello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還有潮板 今天的主題就跟大家分享後面這一堆黑色的盒子 就是我這大約十年來收藏的一些Chanel的衣服 有其中兩樣是fine jewelry來的 就是cocoa crush 其他全部都是fashion accessory來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繼續看下去 應該會分兩集 其實這裡有很多的衣服 我都不太記得那個年份 請大家見諒 看到這裡全部都是黑色的盒子 但有其中兩個盒子是白色的 因為這兩個盒子是很久以前在巴黎總店買的 他們那時候是用這個白色的盒子 上面寫了他們巴黎總店的地址 我們可以先打開這兩個盒子 因為他們其實每個盒子都是密封的 而且這些全部都是黑色的 這樣是不會一眼就看到裡面是什麼 所以我之前就很心機地 用那個Label寫下了裡面是什麼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 是我人生第一對買的Chanel的耳環 我們先看看這個盒子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款式 我們以前打開盒子之後 他們會有一個黑色的東西 用來保護著那個飾物 類似的 但是他們以前是用一種很奇怪的質地 放下去會掉很多黑色的碎碎 你看到這些位置是裂開了 然後會掉出來 還有如果是有珍珠coating的飾物 它這些黑色還會好像膠膠的黏著那個飾物 令到你的飾物變化了 所以他們現在改了用布 然後你一刮它 那個珍珠coating就會掉了色 我之前試過問我現在的SA 可不可以修復到 因為看到這些金屬都已經變色了 然後它說金屬變色這方面是不能修復的 這雙耳環變成一個回憶 好慘啊 然後這個是一個花花的戒指 這個也很漂亮 我已經很久沒拿過來了 它是中間有一個珍珠 有一個CC logo 然後是一個偷的戒指 帶起來的效果是這樣 不過它的花那麼突出 而且它的標誌在最頂端 我也很怕有時候 會震一震一震 或者會整個飛掉了 所以這隻戒指 我其實很少戴 而且我覺得這些粗的戒指 帶食指會比較漂亮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肥了 戴著食指又有點緊 戴這隻又有點鬆 之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Vintage的款式 剛才大家看到它們的盒子 就是黑色的霧面的紙盒 它以前Vintage的款式 那個盒子 就是有點亮面 還有有點壓紋的那個紙 這個Vintage的款式 我是在Mercy Darling那裡買的 很久很久之前 現在好像已經很少可以找到Vintage款式 非常可愛啊 它是一個小蘑菇的造型 上面有些CC logo是金色的 我今天穿得太花這款 項鏈應該不太看到 但是這些款式也是很容易配搭 而且價錢也會比現在的款式可愛 另一個Vintage款式 我覺得也很容易配搭 因為它是超級小粒迷你 上面有個小小的蝴蝶結 下面有一個好像小圓餅 還有一個CC logo 這些比較小小的款式 我覺得是 例如你項鏈 頭飾已經很誇張 小小的已經很漂亮 因為其實它現在很多款式 都是這樣一個CC logo 但如果你 譬如Shokka已經是CC logo 那你再加兩個 好像已經超過了 整個印都是logo 所以這些款式是很好配搭 而且現在也很少會看到 還有一個Vintage款式 就是夾的耳環 甚至現在也有出很多夾的款式 給一些沒有耳孔的朋友 就是這樣的 很classic 這個 是一個圓形 好像黑色的M&M 上面有一個金色的logo 下面吊著這個水滴形的珍珠 好像我現在戴一些黑色頭褲 或者大家有些黑色袋 黑色高跟鞋 就可以配搭這個款式 而且我覺得雖然它是夾的款式 接下來我近期比較常戴 那就是21B的collection 如果沒有記錯 那這個呢 就是當時真的超級 超級難買的 SumSum耳環 好開心 這個是我的朋友 Carly幫我找到的 好可愛呀 我就決定 這條片就戴著這顆SumSum 其實它真的很簡單 一個深型的珍珠 然後再加一個閃石的CC logo 大家有沒有看剛剛的fashion show 它居然Spring Summer 2022 出了心型的袋 我覺得到時候應該都非常難買 看看好不好幸運 那它通常行完show 大約7個月半年左右 才會來到店鋪 那還有7個月的時間儲錢 好,Next 這個呢也是正中我心 就是心型 又想起 明年春夏那個袋 一想起就是糾結的心情 登登 好漂亮呀 這個我每次戴呢 在IG那裡 post了相和story 都會收到大家DM問我 那它就是一個夾的款 你看到 剛才那個Vintage的款 它的夾子 那個膠是白色的 那這個呢 它轉了做透明 然後它這裡很搞笑 好像菠蘿包一樣 前面就是一些閃石 還有一些紅色的點綴 中間就有一個 我覺得算低調 因為它很花這顆 有一個低調的CC logo 那它戴上耳朵呢 其實都算誇張的 更大過我現在這個心心的 但是這個呢 都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款 都是很特別 因為它旁邊呢 圍著呢 都有一些好像珍珠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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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是很立體的一個 深型的耳環 然後這個呢 就是Kaley送給我的 生日禮物 就是一個髮夾來的 這個是我第二隻Chanel的髮夾 對於我來說呢 很容易搭配的款 就是一顆顆珍珠 然後呢 邊呢 它是沒有閃石的 但是因為它有些壓紋 所以都會有一點點反光的感覺 中間就是一個CC logo 但是呢 我之前呢 有另一個髮夾呢 我也有說過 因為它後面這個位 其實是這樣卡住的 我常常都很怕它會掉出來 雖然事實是 沒試過在街上跌的 但是我自己都很擔心 所以呢 我不是很敢將它扣在後面 我覺得最漂亮呢 是紮一半邊 然後再扣在中間 但是在後面 看不到一隻的 感覺不到它 如果你用橡筋紮了一下 才卡住它 那個感覺是會穩陣少少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它的髮夾 要做這一種卡住的款 不是有些更加安全的 可以做到的嗎 然後到另一個髮夾 那就是 我第一隻買的 Chanel的髮夾 其實除了Kaley送給我那隻之外 我只買過這一隻髮夾 那時候呢 也是覺得 啊 好漂亮啊 真的 一定要收藏一隻 就是一個 去鳥草的 Chanel logo的一個髮夾 那除了出髮夾呢 還有出這個 胸口針的 其實呢 我覺得呢 胸口針呢 應該再白搭一點 因為你 甚至是 帽啊 袋啊 衣服啊 都可以用到扣針 但是夾呢 它也是這一種 設計的夾 變成你只可以夾在頭上 這個呢 也是 我很久之前 在旅行的時候買的 都是一個 Classic款 它是 很神奇地 保持著有出的 好像我看到 有幾年的時間呢 都有再見到這個款 那它就是一個 比較 高貴一點的款 打開是這樣的 它的Logo呢 是小小的 好像珍珠 然後下面又配上 大小不同的珍珠 變成呢 可能去一些 隆重一點的場合啊 可能穿得比較正式一點 那這一對就會 比較適合 接著呢 就說比較可愛一點的款 還有我覺得是 容易一點襯衫 比較年輕一點的 就是這個 我最近呢 都很常戴的一個款 都不是新的 很漂亮啊 它是一個花花的造型 它的造型呢 好像一朵花仔 那樣的 中間呢 就是粉紅色的 然後旁邊呢 有四個白色的 圓圓的花瓣 不知道它原意是不是花花呢 總之我就覺得它是花花了 哈哈哈哈 那搭上剛才那個耳環 還有一個戒指的款 其實我覺得呢 近年呢 要買到戒指 好像都不是那麼容易 很少看到會有些戒指 反而這個我是常戴一點 因為一來的尺寸 還可以搭配耳環一套 所以呢 我也是非常常戴的這個款 是比較可愛一點 下一個呢 我也是有搭配一套的 那這個 就是一個半厚大花花 哈哈 它真的是一顆很大的花 而且它是用 阿加力膠去做的 是這樣的 又是水滴形的珍珠 這次呢 這個CC logo 就不是在珍珠上面 珍珠上面呢 做了一個閃石的 很細心的 這個是偏大舊的 是一個誇張一點的款 然後呢 還有一個手鏈 手鏈就是這樣 這些這麼浮誇的款 其實它的銷情不算是太好的 它們偶爾 一年都有幾次的抹單 即是減價的 一減價呢 其實手袋不會減的 就是減鞋和衣服 然後 我就看到這個系列的項鍊 正在做減價 但是呢 我就沒有再買那個項鍊了 我覺得 手鏈和耳環都夠了 你看 好可愛呀 它手鏈的CC logo 就是在花筒那裡 這個衣服呢 也有一個回憶的 因為話說呢 我之前是做編輯的 主要是做美容 化妝、護膚 那邊的範疇 但是之前呢 就很開心去一次 Chanel Fashion那邊 EDITER的一個發佈會 這樣 就可以看到 它們新一季季 是會出些什麼 衣服、飾物、袋子、鞋子 這樣 然後那次呢 我就看到這一條鏈 看著這個發佈會的時候 我已經立定決心 我一定要去買這一套的 下加力膠花花 那帶起來的效果呢 其實都是誇張的 因為夏天的時候呢 其實都很配合這個 半透明的質地 而且這些季節的款式 是真的過了就沒有了 它不會再出一模一樣 接著呢 就到這個了 它的盒比較大一點 因為那雙耳環 都是比較長一點的 它就是好像呢 以前呢 小時候摺的那些幸運星 這樣啊 很立體的 三顆星星啊 每顆星星呢 上面還有一個很mini的CC logo 非常可愛啊 這個 除了深深之外 我最喜歡的圖案就是猩猩 哈哈 比較小大一點 因為呢 我覺得它猩猩呢 又有一種好像鍋釘 那樣的感覺 所以呢 我又覺得它 好像有一點點 要穿得型格一點 才會配搭 然後這個呢 就是耳環來的 那就是兩男朋友呢 去年的時候送給我的 那我就沒有說我喜歡些什麼 而且去年其實 大家一起了 不算是很長的時間 那挑戰一下它 選一種禮物給我的 那它就選了這雙耳環 其實呢 它剛剛送給我的時候呢 我都覺得 不像我平日的菜 但是我現在呢 都很喜歡 它就是一個圓形的珍珠 外面有個金色的 柳紋的圓圓圓圓圓圓邊呢 還有少少 不是貼著那個珍珠的 有少少立體感 所以現在我很喜歡這雙耳環 你選得好好的 多謝你 哈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